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,原来刚刚抽不开手也是装的,魏无羡到底是没忍住笑出了声。 喂,手机给我,给你点外卖呢?用不着,不饿。 魏无羡出来得及,没带身份证,只能用蓝忘机的,魏无羡咬咬牙选了个最贵的房间,也不过才1288,环境让蓝忘机从一进门就不满意。 魏无羡真觉得蓝忘机没准下一秒就会说换一家,但好在并没有。 冷死了,开空调开空调。 说着,魏无羡就要去找遥控器,其实房间里有暖气,但谁让蓝忘机穿得那么少? 魏无羡总怕人冻坏了。 结果蓝忘机却一把捞住了他的腰,如愿搂到了怀里,蹭着魏无羡的侧颈亲着。 一会就热了,送走了蓝忘机,魏无羡才刚进屋,就被江城逮个正着,外套加睡衣的行头一看就不像去干了什么好事。 魏无羡本能地抓了抓领口,哈着冷气问了句,就你自己在家。 江城直接问他,蓝忘机来了。 魏无羡一时语色,怎么猜得这么准? 嗯,真腻歪,晚回来一个月,刚到家几天,他就又找过来。 面对江城的白眼,魏无羡尴尴尬地笑了笑,就打算回自己的房间,却在此被叫住,魏无羡。 魏无羡看着他,对方犹豫之下还是问出口了,就非得和他在一起吗?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,魏无羡从没有认真想过,他有爱蓝忘机爱到那种程度吗? 好像也没有。 但蓝忘机对他来说太特别了,不仅仅是几个月的感情,只有他就他于水火,好像也只有他刚好接受了魏无羡的不堪,以及那个说不出口的秘密。 我喜欢他。 江城头也不回地走了,魏无羡站在原地叹了口气。 对于他和蓝忘机,江城尚且都无法接受,那么姐姐,江叔叔,江阿姨呢? 魏无羡根本就不敢想,先能瞒一天是一天吧。 除夕当天晚,一家人坐在一起守岁,当然还有一直保持联系的蓝忘机。 这几日,他们每晚都会开视频,小情侣之间的溺外话,他们都有在说。 魏无羡很享受这份恋爱关系。 春晚倒计时,魏无羡在零点对蓝忘机说了,我爱你,虽然没有得到对方的我也爱你,但却并不影响魏无羡。 此刻的欢喜,魏无羡并没有听从蓝忘机的早点过去,而是等到开学,才跟江城一起去学校。 这一点让蓝忘机很不满意,没有去接他,也没有回魏无羡的报备消息。 在地铁站与江城分开,刚一进寝室的魏无羡就被拉进了怀里,蓝忘机不由分说地吻了下来。 窗帘紧闭,魏无羡被他抱在怀里,行李箱正孤零零地躺在地中间, 让我抱会。算起来,他们也有大半个月不见了,蓝忘机是真的很想魏无羡,习惯了抱着他睡,习惯了床上有他可以搂。 魏无羡轻咬了一下他的胳膊,想反抗,最终却也还是碎了蓝忘机的椅。 那句让我抱会就让魏无羡无法拒绝。 坐一路的车已经累了,刚进屋没有歇着,这会儿魏无羡迷迷呼呼就睡着了。 魏无羡的身份就注定他在蓝忘机这只能是当情人养着。 与其他有钱人家的情妇不同的是,蓝忘机会养胎一辈子。 即便是以后哪天蓝忘机对他不感兴趣了,衣食无忧是一定会提供的。 下周我们出去住。 魏无羡,听你的。 蓝忘机在他脑袋上揉了一把,很满意他的听话。 一个寒假过后,魏无羡在班级里的人员就更冷清了。 其他同学寒假还约着晚了,唯独魏无羡独来独往一般,连聊天的同学都没有。 不过魏无羡并不觉得怎么样,他已经习惯了大学生活里有蓝忘机就够了的节奏。 忘机,我们搬出来住。 见魏无羡如此惊讶,蓝忘机有些不解道,不是跟你说过。 我以为去酒店住,你要是想住酒店也可以。 听蓝忘机这话,魏无羡是知道了,他指的是天天住酒店。 不是,我是觉得咱们寝室已经很牛了,没必要出来租房子。 买的? 嗯,这个房子是给你买的。 魏无羡眼睛瞪得老大,常规买房子哪有不用当事人提供证件的。 可蓝忘机给魏无羡买房就可以不通过他本人,直接把房本送到魏无羡的面前。 不行忘机,我不能要,哪有谈恋爱送房的。 蓝忘机笑了一下,你男朋友有钱,所以可以送房,不只是房,下学期出国再给你买车,会开车吗? 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,一时间魏无羡消化不了,怎么就出国了? 等一下,出国? 蓝忘机坦白道,学校有出国留学的名额,以你的成绩完全没问题。 胸膛一僵在温水中,却并没有让魏无羡察觉到。 蓝忘机的语气里,听不出情绪,什么意思? 魏无羡低着头继续问,就是家里那边,咱们这样,你父母能接受吗? 到底还是问出口了,魏无羡没敢抬头看他? 不用想那么多。 也是,魏无羡知道自己问这种问题有点无理取闹,毕竟他自己都不能保证将叔叔一家能接受自己和一个男人谈恋爱,凭什么要蓝忘机给他一个说法? 见魏无羡没再说话,也不抬头看他,蓝忘机察觉到了他的低落情绪。 魏英,你是我的人,这辈子都是。 可我的成绩,很有水分。 魏无羡的成绩是很好的,要不然也考不到这所大学,但现在的他哪有刚上大学时的雄心壮志,课都可以不去上,成绩却可以全系第一。 这对于其他同学来说很不公平,但真的成为想力者时,好像又没那么容易拒绝了。 现在,他对蓝忘机家里能力的认知又扩大了,他这何止是找了个男朋友,简直就是寻到了一个金主,蓝忘机知道他在顾及什么,直接戳破了。 不是只有学霸才适合出国留学,别想那么多。 但这种名额不都是大三才开始的吗?下学期我们才大二。 这个问题不用你考虑。 可,蓝忘机有些不耐烦,还有什么问题? 魏无羡闭上嘴摇了摇头,蓝忘机的眼神才没有上一秒那么冷漠。 距离上次收到蓝意的消息过去了两个半月,这天蓝忘机没回来,不过跟魏无羡说了是陪家里人去了。 魏无羡没有问过为什么从未带自己去见他的家里人,他们之间到底不是什么能轻易被认可的恋爱,尤其是面对家里,所以他不会那么幼稚。 蓝意,现现在干嘛? 魏无羡,躺着。 蓝意,你自己吗? 魏无羡回了个恩子,心中怪怪的,蓝意这么问,很明显就是知道点什么事的。 对方正在输入,出现了没一会又消失,然后再亮起。 能想象到对方对着屏幕悄悄打打,再一一删除,魏无羡嘀咕着,写作文呢? 终于,蓝意发过了几个字,你是谈恋爱了吗? 却是你可以不定报道了,魏无羡虑这样便 zm� 600偉ati的楼超级底 00东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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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 viele 宣传 Sociaj纯镇 五十三条通位 Obs阔萝 Tor 期拍起来愿 twitter 您 biblical bonus